咱们的乳腺手术之后 首先我们就需要调整咱们的心情和情绪 积极地面对疾病 积极地治疗 其次咱们要注意手术伤口的愈合 避免刺激 避免伤口的感染 乳房肿块的切割 手术方式有很多种 乳房手术它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手术 是咱们外科学中非常成熟的一种手术方式 最开始咱们的乳房肿块的切除 仅仅是把包块切除 后来发现许多的恶性肿瘤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复发了 然后外科医生就发明了扩大的根质素 但是由于扩大根质素切除了很多的组织 所以患者生活的质量又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随后人们又发明了改良根质素 保乳素等等手术切除方式 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切除肿瘤 最小程度的伤害机体 最后再次发明了解决筹瘤 我们现在开始发明了解决筹瘤 对的时候再次发明了解决筹瘤 我们就开始发明了解决筹瘤 我们就开始发明了解决筹瘤 感谢观看